这是女神王祖贤的戏影之作 却亦改风格戏装革履 与日本女星公泽李慧上演大尺度清淡戏 让吴彦祖都甘做陪陈文威下风 1930的苏州 德月楼歌迹翠花因为生的绝美 加上昆曲唱功了得 被当地富商荣老爷看中 用三千两的高价收作第五房一太太 原以为翠花从此能改头换面 过上富贵荣华的好日子 可男人的真心哪里能靠得住 过门不久荣老爷就对翠花心生厌倦 常常将她晾在深闺 只在有兴趣听戏时换她出来唱段曲 翠花在府中不像是一太太 反倒像一只囚在笼中的金丝雀 纵然府上日夜声歌只醉精明 身为王物的她却无法得到一丝欢愉 只能靠着歌喉苟延残喘的生活 其他太太看不惯她的出身 也明里暗里地贬损她 但翠花却不卑不怒 安安静静犹如一朵空谷幽懒 有时被折损得很了 她也只是躲在房间里 用剪刀将绣不戳烂发现 然后一日日沉郁下去 如果没有荣兰 她或许不久便会一月而终 荣兰是荣老爷的表妹 两人先前是旧时 在得月楼英系结缘 荣兰虽为女儿身 但从小就被家里当公子来养 颇有男儿之志 母亲曾告诫她 要想装国富强 女人就要走出闺房 于是荣兰便在学校里当老师 教导学生自食其力 可另一边 她又难以抵抗家族作风的敬意 常常跟着表哥听取唱戏 她常常做好事 却只是为了遮掩内心的颓废感 而深归大院中的 惶惶不可终日的翠花 变成了最吸引荣兰的存在 她沉迷于翠花所有的味道 香水味 鸦片味 还有歌声里的无奈味 明明知道那是很颓废的 却又沉浸其中难以抽离 荣兰带翠花记号 她记得她的生辰 特地身着戏服扮成俊桥书生唱戏给她听 唱词里情意绵绵 三声三世的誓言婉转动听 伴着扑苏苏落下的花瓣 翠花的心在此刻尽数交付 只可惜荣兰虽有情谊 却是女儿身 无法满足深归寂寞的翠花 翠花只能每日喝酒抽烟姐们 这日她醉醺醺地路过帐房 看到二管家正坐在里面记账 她生的年轻英俊 是许多姨太太私下里说小话的对象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记账啊 真是有那么多照样记吗 二管家回答说她只是在写日记 翠花问记得什么刻有自己 二管家说记得府上大小的事件 自然也是有夫人的 两人沉默不语 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流淌 只可惜还未等那一丝激动萌雅 二管家就要去当兵报博了 临走前她特意来找翠花辞行 翠花心中失落万分 却依旧强颜欢笑说自己从前从未留意过她 现在分开倒是开始伤春悲秋了 不久后容府又搭了戏台 上演的是临冲夜奔 翠花很高兴 因为这次站在台上卖弄的终于不再是自己 而是个精壮俊俏的小伙 她坐在台下和荣兰小声议论着 而荣兰也明白了她的意思 戏曲结束后就将小伙叫进了房间 俊俏五声一渐渐脱下自己的衣服 面容泛起羞涩的红月 对面的二人扶长微笑 看着她拖到剩一件单衣 你们慢慢玩 我先走了 荣兰失去的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却又犹豫的回望 背影中满是苦涩与失落 此日 对学生一向好脾气的荣兰破天荒发起了火 直到旁边的学生出言解释 女孩是因为家人生病才没带课本 荣兰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她十分愧疚 同时也意识到 昨天的事情已经彻底扰乱了她的心血 她一夜未眠 满心满脑都是翠花和五声亲密的样子 然而女人深男人心 荣兰便是再多柔情也有心无力 原以为自己会和翠花渐行渐远 不想这天放学 荣兰发现翠花带着女儿坐在自己家门口 她快步迎上去 温神询问发生了什么 你说怎么好 容府我们待不下去了 荣兰没有多问 毫不犹豫地握住翠花的手 让她来自己家住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荣兰在外交述养家 翠花则洒扫停除 将不大的房间整理得十分温馨 只是意外还是猝不及防地到来了 这天翠花在窗边等荣兰回来时 突然咳嗽了一下 手帕沾上了鲜艳的红色 她不敢声张 家里的情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她体恤荣兰工作辛苦 只能偷偷将恐慌咽进肚子里 然而另一边的荣兰为了改善经济 也将自己的传家宝字画拿出来变卖 两人都在默默付出 只为能长久地相守在一起 此时一个男人的出现 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她是教育部派来的考察员 要在学校待上一阵子 深邃的眼眸与刀削腹杂般的面容 让荣兰只看一眼便难以忘怀 学校的女孩子们也为她疯狂 甚至为了偷看而大打出手 你去偷看刑志刚 不我没去 因为她是爱所以想偷看 荣兰生气地教训她们不成体统 自己却也被迷得失了神志 偏偏刑志刚还主动献殷勤 隔三差五给荣兰送水果 荣兰的心渐渐的便宜 拿着桌上原本带给最花和孩子吃的点心 敲响了刑志刚的房门 男人正在洗澡 诱人的腹肌在阳光下更显健壮 无意撞见的女人顿时小鹿乱撞 目光被牢牢吸引 围绳过来的她转身要走 荣兰 你掉了东西 电光火事件 两人便滚到了一起 以至晚上回家 荣兰依旧在回味白天的悸动 行志刚的出现唤醒了她妩媚的一面 让她失髓之味不可自拔 家中的催花对一切都不知晓 依旧贴心地询问荣兰 怎么最近没有回家吃饭 荣兰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内心却感到深深地自责 她对行志刚毫无保留地 说出了催花的事情 承认自己对她十分迷恋 你这么讲 一定曾经很爱她 我还是爱她的 只是有些不痛 另一边 催花坐在房中 心中突然涌出一种不安与悲怂 窗外金色连天 已经是萧瑟的秋天了 伴随着秋天到来的 还有二管家湛王的消息 二管家在临死的时候 说要把她的日记交给你 父上说 不行 要烧掉 还是阿荣 把她偷出来 让我交给你 翠花心绪复杂地翻开日记 还没看几页女儿就缠着要出去玩 她只好放下日记 带着女儿来到公园 却正巧碰到荣兰和行志刚亲密约会 心就情愿碰面 气氛有着说不出的尴尬 可翠花却还要强装镇定 假装无事发生 她借口一个人走走 让荣兰带着女儿先回去 接着眼泪便戚戚爱爱地落下来 一天之内 她失去了两个对她好的人 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自那天以后 翠花就渐渐变了 她又抽起了很久没沾的大言 唱起了缠绵绕人的昆曲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荣兰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难受 直至此时她才明白自己的心意 和行志刚在一起 她感受到的是正常的情欲 像普通人一样安稳的生活 然而和翠花在一起 却是两个失忆灵魂在互相舔尸伤口 说不清爱或不爱 似乎她天生就该守在她的身边 荣兰离开了行志刚 回到了翠花的身边 一家三口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 翠花将二管家的日记一夜夜丢进了壁炉 那些未能丛生的爱意也就此被永远埋葬 翠花的病越来越重了 荣兰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身边 在满目金灿灿的树林里 翠花坦白在遇到荣兰和行志刚的那天 她收到了二管家的日记 才明白她对自己的心理 那天我哭了 那你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二管家 翠花没有回答 荣兰也不介意 一切都过去了 原因又有什么打紧的呢 从始至终 他们都是彼此在这孤独无望的世界里 最后的阴阴之火 而这微弱的火光是否惊艳过他人的脸庞 也并不重要